礼物 很可惜不喜欢 你 要结婚了 干嘛突然问你 没什么 只是刚看你信我了 你只需要知道 就好你该做了 就够了 我该做的 就是用我的身体 来换爸爸的米巴 你还有吗 就够了 我答应你都已经做到了 希望你也不要失严 请我吃 你今天累了 先睡吧 三年前的那天 好像也下了这么大 切教授 我求求你了 救救我爸爸吧 切教授 让一声 你爸爸不是普通的白随便 我想我刚才已经跟你解释得够清楚了 我知道 所以我只能求你 切教授 只要你能救我爸爸 让我做什么 我都愿意 他好像一个人 明天下午三点 来这里找我 上去 我有话就直说了 我现在缺一个助手 虽然对你来说有点大财小优 但如果你愿意的话 我可以把你爸爸的病名 放入研究项目中 只做助理吗 还有其他条件吧 接教授 我都可以 就算是做提示 也可以 你们这个最新的细胞疗法 真的能解决剩下的病情吗 爱初 爱初 小初 你真的不是神像前的那个女孩吗 你就听我说嘛 你要是不管她 那就没人能帮她了 她的眼睛这么好看 她才二十岁 求求你了 帮助她吧 她对你这么重要 拜托你了 秦儿诚 我求求你 你想要逃到哪里去啊 我 我允许你离开我了 我只是在生命 梦里也不可以啊 梦里也不可以啊 你的所有 都属于我一个人 醒了 离物放在那儿了 对了 我吃药 跟上次一模一样的香水 可能我从来没被她放在心上伯伴 三年了 你到底什么时候给我爸爸做双双 小初 你没有和我讨价还家的余地 想要治好你爸爸的病 就得听话 喝 刘萨 你不想 granul 你不想 Carnivine 你不想要治好我 你不想 desk 我讨厌 你不想事 你不想事 我讨厌 刘院长 小胜啊 今天下班跟我去参加个应酬啊 刘院长 我爸爸晚上还离不得人呢 哎 小胜啊 这让你父亲住进家父病房 已经是我特批的了 而且对面甲方的投资项目 也是关于血液治疗的 你真的不去吗 好吧 季教授 季太太 很抱歉 您二位久等了 您预定的房间已经准备好了 我来带您进去 麻烦你了 王经理 小胜 快 别让对面老板等急了啊 小胜你爸我的病啊 这么漂亮的女孩子 可惜了呀 小胜 我们走吧 不好意思各位老板 迟到挨碗了不好意思啊 快坐 快坐快坐 哎哎哎 这干啥 赶紧忘记吗 哟 这不是大名鼎鼎的眼科专家 盛医生吗 让我们等这么久 是不是应该自罚三杯啊 是 是 麻烦呗 黄总 我现在只是季教授的助理护士 不是什么眼科专家 今天我也只是刘院长的做陪伴了 相信盛小姐也听说了 季教授要结婚了 准复身是那位沈家的前辑 我不太明白您是什么意思 这么说吧 盛小姐 喝不完桌上这些酒 今天的投资合同 只怕是没那么好钱了 行吧 既然您没有这个诚意 那我就先不奉陪了 站住啊 怀志 还记得吗 这是我出国前 我们最喜欢来的一家餐厅 你没想到十年过去了 这里还是老样子 我还记得 那时候非常担心你的眼睛 贝贝请我爸爸 给你找最好的医生看病 那时候 你还安慰我 吃饭的时候别说话了 他家的雪鱼是招牌 你尝尝 让雪鱼冠冕 对不起 我忘了 没关系 没关系 安慰我 十年的时间 确实有很多事要改变 我试陪一下 去到小宅 管制 站住 别以为我不知道 没有你背后的金主护质 你他妈是个屁 王总 小时候年纪不懂事 这个酒我今天喝就行了 滚蛋 我今天就得让他喝 我听说 最近你们医院要削减 对血液科的研究资金 来 喝一杯追加投资十万 这买卖不亏吧 看来这合同 王总是不想签 好 我也算是开了眼 原来鼎鼎大名的王总 也有说话不算数的车 你胜排除 你这个小姐 竟然敢不给我面子 今天这个酒必须给我喝 你这个婊子 我听说你在床上挺糟的呀 你要不跟了我怎么样 呃 你那金主能给你的 我都能给你 哈哈哈哈 你这个婊子 什么时候听说我们医院的用自己 要靠护士陪酒才能得到 刘院长 我问你话呢 我季先生都要和沈家的前妻订婚了 怎么对外面的野花也感兴趣 你什么意思 没什么意思 我只是说你对这个女人没兴趣的话 那让我玩玩又怎么了 刘院长 别打了 连你也批动我的人 许华之 刚刚的事儿C型 没什么事我就先送 许华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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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干什么 你来这儿干什么 你还真是什么样都吃得下来 王总这十万年这个肌肌对我爸爸的病很重呢 那你以为我愿意去吗 我说过我会管你爸爸的病 三年 都三年了 许华之 我爸爸的病没有任何其次 还不允许我找到其他办法 许华之你放开我 千万我不想 而且我们已经结束了 结束了 我同意了吗 你都已经要结婚了 还纠缠我干什么 人生是你沈念琴 盛白初 来真的 你没有吧 你放我吧 休息啊 许华之 你俩自尊都不给我留吧 好 我先走了 求求你我都拿着 你 小初 阿诚 怎么是你啊 小初 走 我带你回家 最近 不要再穿高贵鞋了 这两天 记得不要拒绝互动 谢谢你啊 阿诚 不过 你是怎么知道我在哪儿的 经过你们那一出啊 投资黄了 我正在医院加班呢 刘院长骂完累累的 就从外面回来了 我就赶紧出来找你了 对不起啊 我也不想 这不是你的错 不用道歉 不过 不过什么 你如果跟他 只剩下痛苦的话 我可以给你解脱的办法 什么办法 跟我结婚 生个孩子 用新生儿的期待 学给师父治病 我知道 我说这些话 可能会有些突然 但是我的心意 你也是知道的 我 我也是主攻血液病的 你父亲也是我医学院的恩师 他的病 我一定会管到底的 机会是能够做到的 我也能够做到 阿诚 我 你刚才跟我说什么啊 季教授有好几天都没来上班了 你知道怎么回事吗 那你可问对人了 听说啊 季教授因为一个女人 跟他的未婚妻沈念琴吵架了 是那个 跟了他三年的地下勤务吗 那应该就没错了 听说季教授这几天口醉费了 天天在家喝酒 怪不得 没办法来上班 和和 我有点急事 今晚跟你换个办 你怎么顺利啊 怎么顺利啊 我不会是在做男的 怎么喝多了 力气还这么大 我真的 你已经找到之后 你爸爸的办法了 但是 他还需要再多一些时间啊 师父 可能撑不了多久了 不过我们还可以试试 用心上了解期待许 给师父治病人 还是能有很大的 这种希望的 就让我自私一次吧 我 小叔 消失了半个多月 去哪儿了 我 身体有点不舒服 就请了半个月的假 在家休养了 怎么了 现在好吗 没事了 我来找你 是想跟你聊下 上次你说的骨髓一致的事 好 那去我帮忙事谈 不行 绝对不行 小初 我知道你想治好师父的病 但如果要用这个孩子的气带血 给师父做骨髓一致 我是绝对不赞成的 为什么你不赞成 我查过了 外公和外孙 骨髓配型成功的概率在百分之五十 阿辰 你之前说过的 除了用新生儿的气带血 我爸爸没有其他机会 还有万年多时间我们再去找啊 如果用他的气带血 这么大的时间你就要生下他 这个孩子你也是养不活的 我知道 但是一定要做选择的话 我选爸爸 小初 知道我没权利问这个话 但我还是想说 舍不下我 对不起 是我 我幸运而言 不要道歉 阿辰 我 我也想说 我 我 就 你 我 我 季怀之 我们之间会因为这个孩子而变得不一样吗 盛护士 你好啊 有什么事吗 我是来季怀之邀请你参加我们定婚宴的 就在下个月 一定要来哦 沈小姐大驾包您 想必不是专入宋亲家的吧 真聪明 不过我确实是来帮你的 盛小姐 帝国最好的学业科医院 我典籍专家艾德文教授给你自己看病 你真的不再想想 我想问 沈小姐怎么这么好心 沈小姐 谢谢你这么多年替我照顾反省 这只是我的大谢 沈小姐如果没别的事 我就先去上班 我还有一种选择可以解放你 要听听吗 你爸爸可以不走 但是你就要走 至于那种走的方式 盛小姐这么冰雪聪明 接教授 跟我出来 管事你弄疼吗 你来这里干什么 未婚妻来自己未婚妇工作的地方探班 有什么问题吗 我们结婚的事情 我不想让医院更多人知道 为什么 说到这儿 几些事情要告诉你 我们的订婚业 恐怕有年轻 我怕有年轻 你是还没有准备好吗 怀志 我已经准备好了 到时候 你作为新能按时出席就行了 不会过多麻烦你的 帝国大学的文教授 马上就要来下坡了 我要和他准备一台很重要的手术 我最近不能分析 我知道你的工作很重要 但是我们已经错过十年了怀志 我不想再等了 我父母都已经为我们的婚礼 我不想做更多的解释 如果你想退婚的话 我负责跟你爸爸解释清楚 你不就是因为 没关系 我都已经等了你十年了 再等等 也没关系 给我查一下帝国的爱德文教授 为下国的行程 我要在他到达下国后 第一时间见到他们 爸爸 有人说要把你送到帝国学 一个最好的阶纸 还附在你所有的腰子 我刚刚接到电话 帝国的爱德文教授 已经到医院楼下了 什么 我这快跟我去迎接吧 别让人家等久了 爸 爸 你怎么了爸 爸 你怎么了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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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怎么了 爸 王医生 季教授呢 我怕这边都是他负责的 季教授刚接了个电话 说是有非常重要的事 离开办公室 小上 这人手里也够 您是家属 暂且到病房外等着吧 季教授 王医生 接住我可以 王医生 您好 您播教的用户暂时无法接通 您好 您播教的用户暂时无法接通 喂 是我 怀之 因为我爸爸的一百万资金支持 你这次的手术一定会成功的 我不需要你给我的套资 过两天 我会把你爸爸的资金还给他 姐 你别不接风情吗 那人家小姐 呃 这个 孙小姐 姐的意思可能是 你们家不是经常做医疗的 怕你们家赔钱 你这个没有关系的 我也是想怀之可以早一天 玩着这个项目 我也可以早一天喝酒 喝酒 哦 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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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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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楚 师父的生命体征已经恢复平稳了 你放心 阿晨我肚子里的孩子脆快什么什么 到底想干什么 我爸爸可真快成出 这个孩子早出来一天 我爸爸活下来的几率就多一分 不是吧 阿晨 求求你当帮我妈 孩子最快 也要留七个月出生 不过 师父想要冲到那个时候的话 需要做一次全身性的换血手术 所以 整个姜茶能做换血手术的 只有机会值一个人 你把生白叔和他父亲藏哪儿啊 你这个时候知道关系他们的死活了 他们去哪儿了跟你有什么关系 只有我们之后还没 你想看你师父死吧 三年 你足足好了小厨和我师父三年 他们还要等你多久 你放心 小厨之后 回去找你的 小厨之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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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这个女人有没有信 你为什么信别人不信我 小厨之后 小厨之后 也有求人的生活 我求你 给我爸爸做换血手术 半年 只要让他再回半年就好了 我当什么事呢 这很简单啊 不过 既然盛小姐要求人 就应该有个求人的态度 你想让我做什么 把这些酒够完了 我不能喝酒 看来盛小姐 没有求人的诚意啊 要我做 要不滚 盛百初 你什么时候变得这么贱啊 让你喝酒就喝啊 是不是让你脱衣服你也脱啊 只要你当后 给我爸爸做手术 三年前不就是这样吗 为什么你全世界都可以信 就是不愿意相信我 我明明已经 对 我就是信你 才会被你白白睡了三年 我就是信你 信到我爸都快不行了 你还不敢给他做手术 这就是你转眼去找萧辰的理由 对 后来才发现 他比不上我 是你比不上他 秦怀之 秦怀之你放开我 我怀孕了 秦怀之你放开我 我怀孕了 你说什么 我的孩子 秦先生难道忘了 我的药都是你亲子 那就是那个萧辰的 小百初 你还真是会找夏家呀 秦怀之你放开我 你拽疼我了 你还知道疼啊 我以为你早都没有心了呢 我先走了 我先走了 我让你走了吗 孩子到底是谁的 卫智 什么白初 怎么会在这儿 盛小姐 我答应你的提议 也轻易管好你的公衡符 不要转移醉 你怎么会在这儿 你怎么会在这儿 小初 你在哪儿 我接你回家 姐 有关我们之前说的 那个手术日期 已经定下来了 什么时候 医院排在了下周三 我相信我们这次 喂 姐 你在听吗 喂喂 卫智 其实我也很喜欢小孩 我们也可以有自己的孩子 好 停车 你怎么了 卫智 我下车透透气 你先回去吧 卫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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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别走啊 卫智 都不是排除你这个贱 还纠缠着卫智不放 喂 艾德文 我听说你们帝国 有一种能再孕签 就给胎儿做签子这一种技术 是吗 你要干嘛呀 麻烦你 帮我安排一下事 谢谢你啊 是不是 求他没答应啊 或者 我去求他 人生都是一样的 而且这块只 已经知道我怀孕的时候 啊 那 他知道孩子是谁的吗 嗯 为什么不告诉他 他都要结婚了 告诉他这些没有的 我先走吧 小处小处不好了 怎么了卫卫 小陈医生把你爸爸私自准进客户病房这件事情 被上面的领导知道了 他们现在要处分小医生 可能 还要开主场 什么 什么 你别不耽误事 这上面领导对你的意见很大 如果你要是没一个态度的话 很可能就要开除你 还要把生活墙 强行移出客户病房 知道吗 刘院长 不就是钱的问题吗 我权额成的 我不会让院里受损失的 这就不是钱的事 是上班领导对你有意见 得罪谁了 你想想吧你 除了季怀志 还能是谁 尽怀志 你在哪儿 季怀志 你在哪儿 季怀志 說你們那天在會所裡幹了什麼 我可都是看到了 但凡還要 現在就是立刻離開我們家 沈小姐 我和季懷之真的沒有關係 我來找他只是求他救命 你怎麼不找你孩子的父親救你啊 什麼 季懷之 我肚子裡的孩子是你的 你說什麼 懷之 他都已經自甘嚇進去會所裡給別人 賠酒 他肚子裡的孩子怎麼可能是你 懷之 我知道你們快要結婚了 我也不想打擾你們 但是蕭晨因為我爸爸的病 快被醫院開除了 你不能以為為難我而為難他呀 沈大叔 你為了這個野男人 這是什麼事要做出來啊 現在竟然說孩子是我的 如果我說假話 就讓我不得好死 反而事也改變不了 你肚子裡是野種的事實 好 沈大叔 之前你一直說讓我放案 現在又說孩子是我的 你到底哪句話是真的 都是我的錯 但蕭晨是被我連累的 我不能對不起他 等孩子出生 我就帶他去做親子鑑定 我真的沒有騙你 我再給你一次機會 現在跟我去醫院 放開我 到底要幹什麼 懷之 你真的相信他肚子裡的野種 就是你的嗎 沈大叔 絕對不會讓你秤心如意 你們要幹什麼 計劃之 我做檢測可以 但是在結果出來之前 我不允許任何人傷害我的孩子 盛小姐你放心 只要踩點誰就可以 絕不會傷害她孩子 房務室 麻煩帶盛小姐去踩點血 姐 我覺得你對這位小姐才真的傻心 你不會真的要跟那個沈小姐結婚吧 如果沒猜錯的話 你應該這次做換血手術的病人 那就是他的父親吧 對吧 我那是可憐他 我姐 我最近在你們大俠國學了一句俗話 叫做死鴨子嘴硬 雖然不聽不聽 不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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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聖小姐 接過一個小時就會出 您可以在這裡先休息一下 謝謝您 她叫聖小姐 我也是醫院的護士 怎麼沒見過您啊 我是剛彈回來的 你們沒見過很正常 一會把這個報告交給我們 完整 試生之後少不了你的 好的謝謝小姐 盛白初 就算你懷的孩子 是季懷日的又走 還想用孩子生住 我夢 盛白初 免得你為了別的野男人 這種謊話的說都是狗 你說什麼 剛好出來了 這不可能 懷珍 他真的是你的孩子 你相信我 你夠了 我就是一直以來太相信你了 才會被你騙到現在 現在檢查結果出來了 你還有什麼好狡猾呢 你想要別人的孩子拼命你幫我走上手 你做夢 不是新孩子你聽我說 一定是報告的問題 是你後世 你幹什麼呀 爸 對不起 是怎麼回事 小初 巨大的好消息 師父醒了 你快來醫院啊 真的嗎 我馬上過去 小初 小初 你看 師父醒了 小初 爸 你終於醒了 爸 爸 我是小初 我是小初 小初 小辰都给我讲了 因为我的病 你也扶持的实在太多了 爸 你别这样说 你一定会好起来的 我已经求了最好的学业科教授 他答应给你做成熟 你的病一定会是好的 师傅 你先好好休息 小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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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机会知他容易做手术了 对 他怎么这么容易这样答应啊 小川 你可不要通脑一日做什么傻事啊 不会的 相信我 我一定要搞清楚话译结果的真相 什么 你要再做一遍检测 求求你了教授 就帮帮我吧 这件事对鸡眼很重要 还是再做一遍去联系比较好 行 你跟我来吧 山小姐 老张 开车 坐他的 里面 我真是下辈子就劝你的 老张 吊头 吊头 可不可以管我做件事 把我和上班处再做一次建议 你亲自来做 姐 我好歹是世界顶级的血专家 我现在怎么成为你和女孩谈了爱中 那也得还了 吊头 你是我最好的宝宝 我始终都觉得刚才才忘了问题 你们真有意思 一会儿你来一会儿他来 非得要再做一次 这种给盛小姐亲自做的播报 你自己看 宝宝 是妈妈没有报告你了 为什么 这份宝宝和我之前客套 结果完全相反 那我不知道了 也有可能 有人不想让你知道这个习老熊 想要别人的孩子 批我跟一把做手术 你做梦 我绝对不能让他还生什么爱 就埋书 忘记了 盛大叔 你又来干什么 计划之在家吗 我找他有急事儿 你其实知道 你肚子里的孩子就是浅怀症 你说什么 我为什么要千方百计的破坏我跟怀症 明明都已经跟他没有任何关系了 你为什么还要留着他的孩子 沈小姐 我真的没有想破坏你 但是这个孩子很重要 他关系到我爸爸的命 我也可以救你爸爸 不是答应我了吗 你为什么又不相信我 如果计划之不在 我就先走了 沈白初 我也可以找到适合你爸爸的骨髓啊 沈小姐 我爸爸的病会自己想办法 就不劳你费心 沈白初 你可别怪我 这都是你自找的 看到了吗 就是你眼前那个女人 一会儿听我指令行事 计划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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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现在 他给我消失 谢谢 小猪 上车 快下车 小猪 我的孩子 没事 孩子还在 你爸爸的手术 我会尽快给他做的 你爸爸的手术 我刚刚 好像看到计划之了 他帮你尽快 就走 小猪 你去哪儿 她那儿 赶紧 就这么多 我说 我说 小猪 那次 一路 那次 我喜欢 无论 这次 你的 我 我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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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你 在 谢谢你今天只有盛白初 要不是你 可能他就没命了 华智 怎么说 他也替我照顾了你三年 我不可能看见那么危机的情况不久 就差一点 盛白初就能永远消失了 我原本以为你 华智 我只恨我自己走了那么久 才让别人有机会住进你的心里 我只是还在乎你了 所以才会做那些失去理智的事情 你不要推开我 我会忍抱一会儿 你就当为了十年前 为了你眼睛能说什么 悲伤是你无法固然还成为我身上的光 小初 以后 无论发生什么事都可以告诉我的 只要我能做的 都可以把你分担 包括 做孩子的父亲 阿晨 你说什么 你不用有压力 是我自己愿意的 你要是觉得别扭 就当我没说 其实我感觉 这个孩子就是带着任务来的 没有人单纯期待他的到来 就算他来了 对他也是不公平的 你不用说了 小初 他毕竟 是你的孩子 至少 你很期待他的到来 我也很期待 我是真的愿意做孩子的父亲 只要你愿意 这病房里的病人呢 出院了 刚走没一会儿 我是来替小初 给你送便宝 希望你遵守约定 完成我爸爸的手术 别来找我 祝你跟沈小姐新婚快乐 这谁让你才是那么离开呢 不是你本人吗 季教授 这不就是你想要的结果吗 我我是来替小初 跟你确认一下手术时间 好让小初放心 杀手撒 那我就不打扰姬教授 不过 等等 他 还好 离开你 他当然会很好 是 你全部身家都在我车上了 你真的想好了吗 上车吧 东西 东西交给他了 东西已经给他了 他说下个三 给师傅做手术 好 等做完手术 就可以放心你爸爸转眼了 说什么 真的说什么吗 反正也该做个两段 计划师 他有说什么吗 还能说什么 他说 希望你不懂 收拾很正宫 收拾很正宫 再休息两天 就可以出特货面爸爸了 除了日常维护 只要在一年内 找到符合病人的骨髓配型 这一面也非常高 我贴小初 谢谢你 今天 他也不爱吗 他会知道你做的一切 希望你们 都能放过一次 走吧 爸爸手术后的病情稳定了不少 爸爸手术后的病情稳定了不少 后来 我跟萧辰一起将爸爸转到了京城 小初 有个天大的好消息 骨髓库的负责人 今天打电话告诉我 就找到和师傅匹配的骨髓砖弄者了 真的吗 那太好了 这个人也在京城吗 这个人 在京城 那我刚好回来 我会去见见这个捐责者 才能放心 那我陪你去 不用了 你刚升职 你去忙你的吧 我自己可以的 没关系 那 师傅在这儿 你放心 快去快回 我去盛汤 你去洗洗手 我们吃饭吧 小初 我什么时候才能打动你 你好 我是之前打电话 预约过的盛牌书 你好 盛小姐 之前你提出的 想借一面捐责者的请求 那我们已经传达了 但捐责者因为个人原因 不太方便 还请您见谅 那后面的手术 后面手术会根据 你们双方实践来协调的 放心吧 好 那谢谢你了 本来还想当面感谢一下 这位捐责者的 算了 欢欢 我去医院门口的咖啡厅等你 姐 你上次创建那个 念初爱新骨髓库 已经在全球 捐木到了 三十万的爱训 这样子 来登记自己的DNA 你真是 无论的无量啊 真的吗 真的有这么多人吗 那当然 那还不是因为 你这个发起者的 神仙十足 来 白叔 希望我做的这些 能帮到你 哦 对了 你上次在我医院登记的 那个古书样本 跟一个新城的病人 匹配上了 他的女儿 捐赠来见你一面 感谢你 匹配上 需要他们安排手术排气候 还需要家属见面吗 我明天要去县里做一诊 你打电话帮我回了他 行 那我就尊重你的医院了 小初 你也太不够意思了 医生不耕就从医院辞职了 还搬到了别的城市去 对不起吗 黄昏 你也知道我 哎呀 我知道 我逗你的 你最近过得怎么样啊 和萧辰大山哥处得怎么样 他发展的挺好的 现在啊 已经是新城总院的 血液科的主任医师了 那你过得怎么样啊 我也挺好的啊 现在啊 就等着爸爸做手术了 怎么啦小初 姬怀之和她的未婚妻在哪 哎呀我忘了 这里是离医院最近的一家咖啡馆了 那 也和我车队 嗯 叶护士 你也来这里买咖啡啊 呃 是啊 没想到 季教授和沈大小姐 虽然没有结婚 但看起来还是这么恩爱啊 那不是盛白初吗 他怎么回来了 是啊 这是怀之家里 祖传给奥西科的戒指 我想着我们也快变婚了 叶护士 到时候一定要来啊 那沈大小姐可要抓紧了 毕竟啊 年纪到了不好剩百字 你 达出 达出 华智 我们说说正事吧 所以 这次你来找我什么事 我爸又催我们订婚期了 我也不想给你压力 但是 明天我就要去县里做医者了 不如回来再说吧 我知道你在意十年前的事 你以为我想走吗 我要不是为了求爸爸 给你找最好的医生看病 我才不会答应他出国的 医院有事 我先走了 谁来出 你这个贱人为什么还要出现 勾你快吃 你说 你也不见到他 怎么见他跟见了这种似的 把腿就跑啊 他现在也有了新生活 请不要打扰他吧 行吧 我得回医院去了啊 你有事给我打电话 好 拜拜 走了 小初 你什么时候回来 郑白初 好久不见 老板 倪怀之你干什么 这么久没见 还是这样来强调的 是没错 你不辞而别 难道不应该给我一个解释吗 我用得着跟你解释吗 我们什么关系啊 再说我有给你留言了 就哪一个破纸条 你就可以舍弃我们三年龙的感情 谢教授 请你搞搞清楚 你有不会关系 你该发展感情的人 是他不是我好吗 萧辰 宁愿接受我们的孩子 看来你都知道了 之前你清晰一顿情报告 死罗不相信这孩子是 请坐放开 你干什么放开 那这次又回到什么 我闹着什么事 这就是你自作多情吗 我躲你还躲不起你 本来是想回来见一下给我爸 圈圈鼓瓷的好心 其他没关 你爸爸找到别的鼓子了吗 是啊 计较什么 以后你就不能威胁 能不能让我怎么 互相给彼此留点体验 我知道 难道 跟我捐资的骨髓样本 匹配成功的 就是盛白厨的父亲 小厨 我这次 一定不能让你从我身边 再逃走 谢谢捐赠 季先生您好 您要找的被捐赠者的信息 已经发送到您的邮箱了 请注意查收 好的 谢谢 季先生 请问还有什么事情可以帮到您吗 帮我通知捐赠者的家属 我同意见面 你不用知道 盛华叔 怎么在哪都能遇到你 这不奇怪 因为是我叫你来的 你叫我 所以你就是 对 我就是盛医生 我给的捐赠者 没想到 既然是你 别担心 我不会帮回给你爸爸真心骨髓的 所以这次 你又想让我干嘛 正好 我要跟团队去献里面议诊 你再当我一次助手 哎呀 季教授啊 欢迎您的团队来幸福村 我代表我们全体村民 再次感谢你们的到来呀 村长 都是老熟人了 没整这些客套的啊 好好好 这位小姐啊 我之前没有见过 不知道是 这位是盛白珠 之前是第一医院的护士 现在是我的助手 同时也是我的女朋友 季怀之 这些人老有爱意 你节省并享 并享工作 帮我顶下 孙 孙长好 我是季教授的女朋友 盛白珠 欢迎欢迎 再次欢迎你们的到来呀 我准备 我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季教授 来 试试我的手艺 孙长 她鱼儿过敏 美这个口福了 我吃 那是我考虑不周 那季教授 您尝尝这个 盛护士做的菜 为什么 她做的排骨 和时间前那个女孩味道一模一样 季教授 别光顾着吃啊 来 喝酒 盛小姐 来 来 喝酒 吃 四血量还要什么 季怀之 我真是什么牌吃起来的 齐怀之 怎么喝醉了还就是这么大 为什么 为什么你会做那道菜 齐怀之你弄疼我了 那就是到普通的排骨 谁都会做的 不是的 他和十年前 我在医院吃到的一样 还有股 特殊的香味 他居然还记得十年前的味道 因为 十年前的 小初 别离开我 陪陪我好吗 我不走 但是你能不能先放开我呀 计划之 你的眼睛 还是和十年前一样好看 小哥哥 你的眼睛真漂亮 我爸爸是眼科专家 我一定会求他把你的眼睛治好的 眼睛 怀之 十年前陪你治眼睛的人 是我 你怎么不叫我呢 看你睡得这么熟 就想让你多睡会儿 昨天晚上 你是不是对我说了什么 我可什么都没说 不对 你说了 你说我的眼睛很好看 好 我瞎说的 你别到这儿 计划之 你是有未婚妻的人 我们还是保持点距离吧 免得被人传出去 等民生朋友 这次谢谢你陪我来这儿 说实话 我来幸福村医生很多次了 唯独这次 我是最开心的 你开心就好 为什么我觉得 为什么我觉得 他才是十年前我遇到的那个人 盛白初 他怎么会和怀之一起去想想 这个贱女人 真是阴魂不散 是不是我和怀之结婚了你才会死心 好好看 醒醒 到家了 好吧 这是你家 你对我来这儿干嘛 你在路上自己就睡着了 不过你去哪儿你也不说 我就只能把你带到家里来了 那行吧 那我就在沙发凑合一晚 明天我就走 明天能不能不走 我明天过生日 对哦 我差点忘了 提前祝你生日快乐 那我明天生日宴 你能来吗 过去三年 你都没能让我参加 现在我能出席吗 只要你明天能来 你爸爸的骨髓尊重 一定如期 好 我会去的 那好 那早点休息吧 晚安 盛夏姐您好 已经等候您多时了 我是你今天的销售Amy 你好 其实季先生 已经为您定制了一款礼封 您可以去试一试 看看师傅喜欢 好的 谢谢啊 我不是早就打电话说我要那件衣服吗 实在对不起小姐 盛白初 你怎么在这 他为什么能试这件衣服 因为这件衣服是季先生为盛小姐量身定做的 今次一件 你们是不是搞错了 我才是季先生的问问期 沈小姐既然这么喜欢这件衣服 那我就让给你好了 盛小姐难道要穿这件衣服 参加我跟怀之的定婚宴吗 什么 我们两家已经商量好 就在今晚的生日宴上宣布并且 怀之既然邀请你来 可能也是想让你死心的 这条裙子啊 我替你买了 一百万呢 也不是小数目 不过买你三年的青春和肚子 你还出手有余了 今晚等你来啊 我很期待 这到底谁是正方 谁是小三 肯定那位是小三呀 这被正方打脸也是够惨的 惨什么呀 当小三本来就不要脸 但是他活该好吗 说就是我太愚蠢了 我听小道消息说 计较说被沈家逼婚了 下个月就要结婚了 真的假的 这都是众所周知的事了好吧 我这里有个消息 才劲爆呢 真的啊 什么啊 你可以说 你知道季教授在外面有一个 相处了三年多的秘密情人吗 听说今天沈小姐把她也给叫来了 啊 真的假的 那她真的敢来吗 她在哪啊 具体我就不清楚了 总之今晚可有好戏看了 我也算是来了吧 你要去哪儿啊 才刚来就要走吗 你说来了就行 我来了再走 连留下来吃个蛋糕都不可能吧 西华石 你想羞辱我之间来好吗 不要在这光演习 什么 华智 原来你在这儿 盛小姐你真的来了 你怎么没穿我给你买那条裙子 多适合你啊 什么裙子 就是你给他订的那条裙子 我付的钱 这也算是我们两个人 一起送给盛小姐的伴手礼啊 怀直老跟我提起你 说一定要邀请你来参加 位置都给你留好了 就在最中间的主位 服务员 带盛小姐去他的位置 谢谢 酷 白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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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华智 你答应过我的 陪我演完这场戏 我们就两不相见了 盛白痴 华智只能是我的 这位就是盛小姐 他跟怀直是很要好的朋友呢 今天也是专门来祝福我跟怀直 你能不能说说你做 我觉得情景说的很对呀 我觉得情景说的很对呀 就算上过三年床又怎样 能配得上你的呀 只能像情景这样 跟你们当户对的才行吗 你能不能说说你做 你说对吧 孙小姐 这就是西教授那个三年的秘密情人 哇塞 打得真打 这场面也敢来 我要给他 估计和鸭就得自杀了 季怀直 毕竟相识一场 祝你喜会快乐 白痴 你误会我 我 来 孙小姐 你祝福你 早日找到那个 和你们当户对的男的 我跟怀直 我会真心祝福你 你还穿得要和比翠络 季怀直 你非要这样打我的脸 那就别怪我 不客气 欢迎大家来参加怀直的生日宴 怀直这孩子呀 是我从小看着长大的 他和我女儿晴晴 从小就青梅竹马 我们两家已经定好了 趁着机会 今天就把婚事给定了 今天邀请大家的到来 就是想让大家 给做个见证 谁允许你这么做的 坏智 这也是你父母的意思啊 我们结婚 不就是迟早的事吗 你又何必 下面有请这段新人 这小两口 上台给大家讲几句 等我 看彩智 这一段新精英 真真有心 快吃 十年前你的眼睛受伤 我到处求医问药 可是当你眼睛好不容易只好了 我却被家里安排出国了 但幸好 这十年间 我们心里还有彼此 我一定会做一个合格的妻子 这才要天成一堆呀 人家这两个人站在台上 这才般配 那个小三也坐不住了吧 谢谢你 南晴 我们是有儿时的情谊 但是 我喜欢的人 是十年前的女孩 只是 那是你吗 别骗自己了 去叫混乐吧 有人晕倒了 白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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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筷子 让开 姬怀志 你真的要这样对我吗 孩子 真的白了吗 为什么会流传 应该是有私过多 再加上身体虚恶 都怪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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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 刘白初的家属在吗 病人已经脱离危险期了 可以进来看了 我 我是 小初我真该死 我该死 小初 我以后一定加倍对你好 我们重新开始好不好 小初 小初 胜白初 看来只有你消失了 我还是才能安心和我在一起 小初 你醒了 怎么样 永远那里感觉不舒服 我的孩子 我的孩子 是不是没了 你为什么要逼着我参加你的事 却再次救我 我原本是打算跟 神仙琴说清楚 我 我不想听你的任何见证 我已经没有见证了 我希望你答应我的事 也都能做到 你走吧 我来了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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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女士 女士哥 好丑哥 盛小姐 书也该帮您换药了 嗯 麻煩你了 您好 您拨打的电话已关系 哎 我 背包里的病人 啊我没见他出去过啊 下次都是我 监 监控里那个神秘女人 飘到了 盛老板说在哪儿 什么盛老板说 我不知道在说什么 不说是吧 我虽然作为一个医生不会去害人 但是我知道日会让人十分痛苦 你想不怎样睡不怎样 我说 我说 姐 我想起来了 他就是那个上次给盛小姐做检测的那个护士 这 这 会怎么有什么关联 沈彦琼 沈彦琼在干什么 您好 您拨打的电话正在通话中 我说 小娘们醒了 求得还挺俊的啊 大哥 求求你们别伤害我 要多少钱我都给 不好意思 有人出重金要买你的面 我们俩也是受人之托 忠人之事吧 我求救你们了 我爸爸还在医院等着我不能死 这么漂亮小娘们就这么惨 确实有点可惜哦 你 什么意思 不如 这傻小姐来之前 跟他好好玩 第二位大哥 我知道是沈小姐叫你们来的 我跟他只是有点误会 解释清楚就好了 你们要是这么对我 他不会放股的 行 反正也不差这一会儿了 没有误会 我跟他之间 深宠大阵 我跟他之间 深宠大阵 是小姐 你们已经订婚了 我就出来献美 你为什么要对我死 正白初 你要是不死 就永远没有办法真正得到 好 死也都死了 拜 十年前 生死的 是 怀之说要和只好他以前的女人结婚 那那个人就只能是我了 我这么爱 难不成 那是你吗 我才是和怀之天生一对 可是他一眼一瞎就追我了 这就是你所谓的 我那时候以为他真成一个虾子 我这样的清津大小姐 怎么可能和一个虾子在一起 十年前 真是不吃 十年前就有反吃的人是我 你骗了他十年 就不怕我怕被拆穿了 所以你就更干死 你放心 我会遵守着 你的爸爸会扛服 你别过来 放开我 放开我 你跑 放开我 还只小心 还只小心 大器 地上这两个砸子都不搞了 小姐 小姐那 怎么样 没出生吧 万事 谢谢你 生 盛白楚 为什么命这么大 丁妙让你死 小姐 沈白楚 去死吧 小叔 小姐 华智 你醒了 太好了 你现在感觉怎么样 你现在感觉怎么样 有没有哪里不舒服啊 我还疼得 干嘛 原来我惦记了十年的女孩 就是你了 十年前 你办法上一声 就是给我眼睛做主妇的一声 对 那时候 我因为撤破眼睛失眠了 有一个女孩一起来找我 鼓励我接受治疗 那个小女孩就是 对 你终于认出我了 你的眼睛 还是和十年前一样好看 当时那台手术太凶险 好多医生都不肯做 是我求了爸爸好久 他才同意 是我不好 没认出你来 只是那时候我出院 我们约好见面的 你怎么没来啊 你爸爸得的是白血病 已经到中期了 得尽早开始治疗啊 医生 请问需要六十几 保守估计的话 初期需要十多万吧 后期做骨髓医治手术 可能还会有一大笔开销 还是今早就准备了好 还好 这次我没错过你 只是萧辰还在新城等我 我怎么着也得回去一趟吧 我 我 花枝 你怎么了 老师 你让我一个教授来陪你装病 怎么了 不行吗 我是那么闲着的人吗 要不是盛小姐说你快不行了 我才不回来 你就帮帮我吧 他一直跟我说病一好就回新城 你知道谁在新城吗 不就是那个师兄吗 对呀 那我能让他回去吗 那我能让他回去吗 但这也不是办法呀 哎 我之前做了太多对不起了个师座 能多留一天是一天吧 爱德文教授 您来了 我买的苹果好吃吧 可甜了啊 好吃 嗯 我来看看鸡的状态 那您来的刚好 他现在总是昏睡 是不是脑针到后一声啊 哦 我刚好像听到他在叫 啊 是吗 可能是梦话吧 他不是那个出车户了吗 所以这脑子里边的血块 还没有消除 所以出现这种情况 也很真诚 这不是和十年前的情况一样了吗 他不会再失明吧 那倒不会 但是他恢复的时间有点慢 所以 就需要你多多配配他 好 我会的 没想到这个爱德文 关键时候还挺靠谱的吗 哎如果没什么事 那就神车 谢谢你 姬怀志 跟我玩眼的是吧 好 那我陪你玩 怀志 既然你一时半会醒不了 那我就先回星城找萧辰了 我错了 你不要走好不好 你这次不装脑震当后遗症了 可是我不这样做 你就要回星城啊 是啊 我是要回去 可是 我怕你回去 就不回来了 姬怀志 你是以什么身份 丢我呢 我 好 我现在过去 嗯 肖医生 我就知道你不能成为了 纠正一下 现在 我也上这位校图 那么 恭喜你了 肖教授 谢谢 姬怀志 是 以前你能给小厨的 现在我也能给了 所以 所以 就请你不要再缠着她 让她开始她的新生活吧 你的意思是 让她留下 但是如果小叔还爱我 我对不起 我到死都不会放手的 盛小姐 既现在高手不退 又先入了昏迷状态 一直说梦幻 说非要见你 你赶紧过来一趟吧 什么 好 我马上过去 季怀智又开始了是吧 我来了 他怎么样 怎么会突然发烧呢 可能是伤心过度吧 盛小姐 我知道我们之前偏离不对 但他真的很爱你 他只是不想让你走 我不是想离开 我只是 其实季 他一直在吃药 最近财情下来 他上次出车祸的时候 还留下了祸益症 但是他还是为了给上医生 酱僧骨髓 他 不是 孩子 你不能什么对我吧 我们已经做过了这么多年 你发烧的时候 他一直在喊你的名字 他还说 他说他生病很愧疚 他说什么要救你爸爸什么的 季怀智 我求救你 一定跑起来 季怀智说 他真的非常地爱你 他现在恐怕没有机会说出来 季怀智 你没有说出来的话 我来听你说 你还记得十年前吗 我爸爸在医院工作 他说你是他接待过最难搞的病人之一 那是你拒绝吃饭 拒绝治疗 还是我有办法 让你吃饭治疗的 为了说服爸爸给你做手术 我求了他好多好多次 我本来不想学医的 都是为了你 所以你好起来好不好 你好起来 我们给彼此一个机会 重新开始好吗 你说的 我们重新开始好不好 季怀智 你醒了 是我说了 同样的把戏你玩两次 有意思吗 季怀智 季怀智 你等等 你这 你看你装什么病 你命不要了 季怀智是个好人 他以为是帮你解释 季怀智 你等等 我给你解释 他解释什么 你们男人都是网霸蛋 把女人耍得团团转合好了吗 他没有耍你 是 是我的原因 是我的原因 什么意思 是我的原因 什么意思 是我不死心 不想放弃你 他为了让我对你放手 也为了释出你的真心话 不惜给自己拥药 就为了 就为了让我说真话 季怀智 你这是个傻子 小初 本来这次 你不再需要我了 小初 我知道你会回来的 我 季怀智 你还是不是个医生啊 给自己瞎用药 你找死啊 为了你刚才那几句话 究竟是死 我也知道 大笨蛋 大笨蛋 我知道我是大笨蛋 我知道错了 你原谅我 可是 我真的不知道用什么方法 只能让你再留下来 那这 我们总是 好不好 要爱你 我不能没有你 我也爱你 你放心小初 手术一定会成功的 爱德文教授 手术怎么样 手术一切顺利 你放心 或许调养调养 应该没啥问题 爱德文教授 谢谢教授 那怀智呢 那小子更不用担心了 他好的很 休息几天 就会不正常 啊 你 你求不许多次啊 都必十五次了 啊 那之前都是 上车 都不是 是因为 前十四次 都猜到我 求婚就醒了 但你一下子 你 别人才 都不许多 因为有时候 我们在醒 是不是因为 我们埋出院太久 所以他每次都猜我的生活 这次你放心 我刚跟小厨下车啊 我们马上进屋了 我来 小初 爸 你们回来了 爸 您身体解训的经过怎么样 还不错 各项指标都很正常 那太好了 爸 你不是着急去看西初的电视剧吗 那我上楼去看电视剧了 小初 你说我们是先吃饭呢 还是先 先求婚怎么样 你怎么知道的 我都看到气球了 还有爱德温 不用藏在沙发里面 沈小姐 你就当我不存在就行了 你是怎么戴上的 这样放下真行 算的 那你愿意嫁给我 我愿意 我的鸡脚召 我愿意嫁给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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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會留在鸡脚的画面 等我 你会怎么够的 我愿意嫁给我